hello 欢迎学习爬虫个人 那么上这个的话是跟大家讲到的那个匹配单个字符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如果匹配多个字符啊 匹配多个字符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匹配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是不是写个反斜杆D啊 对不对 那么反斜杆D的话 它是只能匹配到一个啊 那么如果你要匹配到多个的话 比如说我想把零和七这两个东西都把它给匹配出来 对不对啊 或者说后面几个都把它给匹配出来 那么这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的话我们就可以借助啊 待会要跟大家讲到的啊 这个信号以及这个加号以及这个问号 还有那个什么的花泡的其实啊 通过这几种方式的那个组合就可以匹配啊 你想要匹配多数个就匹配多数个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啊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拍摄啊 这个地方我们首先的话先来讲解这个信号啊 这个信号啊 那么这个信号的话它就比较强大了 对吧 它是可以匹配任意多个字符啊 任意多个字符 其中的话就包括零个 就说你这个字符要么有 要么没有 要么有很多 反正随便多少个都可以啊 随便多少个都可以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可以匹配啊 可以匹配零或者啊 任意多个字符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把这个代码 可能加C不这边然后来到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我们可能将把这个取消就是啊 然后这个里面比如说写个零七三一啊零三一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写个什么呢 我们要匹配数字匹配数字啊 那么我如果我们想要将这个里面所有的数字 全部都把它给匹配出来 那么的话就可以写个信号啊 信号的话就是如果你这个里面啊 有 没有数字也可以匹配到有数字 有几个数字 他就匹配几个数字啊 好 那么保存一下啊 我们的加量一下 哎 这样的话就可以匹配到这个零七三一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里面把零七三一强迫的给删掉 有些个ABCD 那么这个的话他会报错吗 他也不会报错 他也会匹配到 只会匹配到的一个空的而已啊 好 这样的话也是匹配到的 他这个地方没有报错对吧 没有报错说明这个RAT这个东西不是等于那 不是等于那说明已经匹配到了啊 那么这个新的话代表是可以匹配零个 或者是啊任意多个字符啊 或是任意多个字符啊 而不是任意多个字符啊 当然任意多个字符到底是啊 数字还是字母还是什么东西 这个的话就要看你前面这个东西是什么的啊 前面这个规则是什么的啊 前面这个规则如果是反系干D 那么的话就是匹配任意多个数字对吧 那么如果前面这个是反系干什么呢 反系干小起的S 那么就是匹配到的是任意多个空白字符 对 任意多个空白字符啊 好 那么这个新啊就是这样的啊 就这样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面讲啊 好 下面一个的话 这边来区分一下啊 匹配多个字符啊 比较多个字符啊 好 来继续往下面看啊 下面一个的话是那个10是吧 是是那个加号啊 这个加号的话是什么呢 匹配啊 匹配那个一个啊 或者多个字符 匹配的一个或者多个字符 这个叫说白了啊 就是要么你啊 不是不是要么哈 就是你必须最少要有一个字符 我才能够匹配成功 否则的话就匹配不成功啊 那么我这里来走下啊 比如说我这地方让他匹配那个什么呢 匹配那个小起的W 小起的W的话 是包含那个呃 0到9 以及那个呃 小起的A到Z 大起的A到Z 以及那个下号线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啊 写满足 只要你满足这个调节 后面的话 不过你不管你匹配到10个 信号的话代理的是匹配 任意匹配到这个啊 那么如果你想什么呢 如果你想啊 最少匹配一个 那么的话就可以写个加号啊 写个加号啊 可能加死网上 可能加上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ABCD 全部的把它给匹配出来的 因为加号的话 他就说大于等于 匹配的那个个数啊 大于等于 只要你这个里面 前面这几个满足满足条件 那么的话 他都能够匹配出来 都能够匹配出来啊 好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给他一个加号 加号的话 是不是不满足这个反金刚W啊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只会匹配到前面两个 明白的话 我们能加上一下 哎 这样的话就只会匹配到A和B啊 就会匹配到A和B啊 好 那么如果这地方再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加号放在最前面 那么把加号放在最前面的话 这样我们的这个东西 他就直接匹配不到了 对 因为反鲜跟W的话 是不包含这个加号的啊 这样的话就包含了 对 就是在匹配第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他就找不到了 对吧 这个是匹配啊 这个是匹配啊 好 那么这个是加号啊 就是加号 就是匹配一个 或是任意多个字符 好吧 最少要一个 说白了 就是最少要一个 好吧 好 保存下 接下来的话 是那个什么呢 问号啊 问号的话 代表是啊 可以出现一个 或是不出现啊 匹配一个啊 或者零个啊 就是说这个问号的话 就是要么你有 要么就只有一个啊 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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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话 要么 要么 你就没有啊 要么 有的话 就只有一个啊 是这个意思啊 要么 没有啊 要么 就只有一个 对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来写下啊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给个什么呢 给个问号啊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这个问号的话是英文的问号 你不能写个中文的问号进去 这个地方我写个中文的话 他是不是就直接写这个猴子了 要给个英文的到问号啊 那么这个问号的话 就是代理的是 呃 要么匹配一个啊 要么就匹配零个啊 那么匹配零个的话 这里边也是能够保住条件的 对不对 因为加号的话是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就相当是匹配零个啊 保存一下 我们的加弹性下 这的话就匹配到了这个 呃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匹配到任何一个 对吧 就是匹配到的是零个啊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给个A啊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把这个A 把它给匹配知道了啊 这个问号的话代理的是啊 你要么就没有匹配到 要么就什么呢 要么就啊 不是说没有匹配到哈 要么就没有啊 要么就没有满足这个东西的强件啊 要么就 要么有 但是我只会匹配到一个啊 要么就只会匹配到一个啊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保存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啊 下面一个是那个 那个花报的 其实M啊 M的话里面给个数字哈 给个数字的话 就可以给他指定 具体要多少个啊 具体要多少个啊 匹配 配M5个字符啊 匹配M5个字符 我这个大家写下啊 比如说我这边啊 想要什么的 想要匹配两个 那么的话 他就只会把前面A和B 把这个匹配出来 明白是吧 我们的加拿大印象 哎 这个的话就只会匹配到A和B啊 就是你要匹配多少个 那么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写个几句回来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匹配M5个字符啊 接下来我们可能叫C 保证一下再来往下走啊 接下来你13个啊 是那个M和N啊 M和N的事是匹配什么呢 匹配那个M到N个字符啊 就说 这个区间里面啊 只要是在M到M之间的 那个呃 那个匹配到的那个输入数量啊 呃 都满足条件啊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写个一和二 那么的话 要么就匹配到一个 要么就匹配到两个啊 或是你写个一和十 那么要么就匹配一个 匹配两个 匹配三个 匹配到五个 匹配到十个 都是可以的啊 就是说只要在这个两个期间之间 他都是可以的啊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写个什么呢 写个那个一到 不是一到啊 是一一和那个一和那个五啊 那么的话一和五的话 就是一个也可以 两个也可以 三个也可以 四个也可以 五个也可以啊 但是的话他可以 他是以那种什么呢 匹配最多的方式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有四个字符的话 他就会匹配四个啊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把四个 把它给匹配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给个 再给个a啊 那么的话 他又会把五前面五个 把它给匹配出来 那么如果这后面 你再加一个字符啊 再加个字符 因为他这边最多只能匹配五个 那么的话就只能匹配五个啊 就这个啊 花费的形式的话 写两个字符啊 就是匹配到啊 m到n个字符 中间的那个数字都是可以的啊 中间的数字都是可以的 好吧 好 那么这的话就是匹配我们的 那个多个字符 匹配多个字符啊 好 那么我们匹配多个字符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边 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 用这个知情 我们学到的这些单字 单个以及多个这些东西 来写一些小案例 来写一些小案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几个人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